这个是好 人的广播 由于到三年中西京 五岁这位关系 成功必须要继续开 所有将第一名开台 国民发生民众事故 本站将来关闭 乘客必须马上离开 所有场景已经开启 各位战友各位网友大家好 这里是战友之声粤语频道 Voice of Google Media 今天是2019年9月8号 由文峰为大家做新闻简报 第一则来自苹果日报新闻 标题 逆拳运动 望角警署外爆发多次冲突 多名市民被拘 警发射胡椒球弹 无举棋 831太子站深夜发生严重警民冲突 由警方速龙小队成员冲入月台和车厢中 挥棍殴打市民 今日四名民主派社区人士进入太子站内请愿 一行四人在车务控制室门前 拍打铁门 要求站长接信布果 故20分钟后将两封请愿信放于门前 并表明和平散去 为太子站 训计广播要关闭太子站 列车不停该站 并疏散站内所有人 晚上大批市民不满太子站无理关闭 又要求交代831当晚太子站内发生的警报事件 防暴警于警署门外举起蓝旗 警告集结市民离去 晚上有白衣男子途经 弥敦道时向市民施席 有目击民众沿弥敦道尾随施席者 至界限街 弥敦道 长沙湾道三角路口位置 截停并包围已登上市区的 第四的怀疑施席白衣男子 有报称 目击事件全程人士指 施席男子以一柄健身哑铃的铁杆 直接打中一名绿衣男子后脑 然后逃去 多名市民尾随追赶至三角路口位 包围已登上红低的施席者 红低司机马上下车 现场人士重申 不要损毁无辜的低势 下一则 苹果日报新闻 标题 逆权运动 铿枪及卫解太子战遗团 仍有三名伤者被消失 831港铁太子战警察无差别打人事件 消防处救护员 最初报告有十名伤者 但后来只有七人送院 外界质疑为何有三人被消失 消防多番解释 最初点算有错 七人才是正确数字 港台节目《铿枪集》昨天7日 在Facebook专页一报道 当日有三名伤者坐港铁列车 到油麻地站后才送院 似乎填补了已消失的三人 不过苹果翻查影片发现消防处救护员进入太子战内点算伤者前 该列列车早已驶走并抵达油麻地站 一位铿枪集所指的三人并非外界所关注被消失的三人 翻查当晚片段 当晚接近11时 警员包括速龙小队成员进入港铁太子战往中环方向月台 无差别以警棍殴打乘客 及释放胡椒喷雾 情况持续约数分钟之久 商者分布于列车车厢及月台上 晚上约11点04分 该列全弯线尸杀列车 成功关上车门 开车驶往油麻地方向 苹果记者于晚上11点20分到油麻地站月台采访 已经见到该列尸杀列车及部分伤者 根据消防处新闻稿 消防处于11时05分才接获报案 指太子战有伤者 救货车于11时17分到达太子战外 救护员于11时30分才成功进入太子战 救护指挥官做初步点算 估计约有10名伤者 其后为伤者进行初步治理 分流及集中在一个位置后 指挥官再点算确定7名伤者需送院 不过大部分市民不相信救护员会点错数字 质疑被消失的三人是否造灭口 坑枪吉昨在Facebook发布报道 称昨晚有3名伤者乘坐该列尸杀列车 到油麻地站在于该处登上救护车送往广华医院 有网民认为 坑枪吉的说法解释了三名失踪伤者的去向 但如上文所述 载着三名伤者的施杀列车 在救护员首次点算人数前 早已离开太子战 并抵达油麻地站 换言之 救护员最初在太子战点算到10名伤者时 不可能包括坑枪吉提及的三人 一位被消失的三名伤者仍然只能以消防点算错误解释 若要厘清当晚太子战有多少名伤者 或要带港铁公布CCTV才知悉真相 坑枪吉的贴文又提到 我们联络上巴萨亚当晚一名留在列车的救护员 知悉原来他一直在车厢内为三名伤者急救 直至救护车把伤者送往广华医院 有人因质疑消防处一早知情 并刻意隐瞒太子战事件的受伤人数 消防处在Facebook回应称 该贴文提及的救护员并非消防处的救护人员 消防指他们一直是按现场人员的观察之记录 如实向传媒提供有关该事故的资料 而坑枪及Facebook后来亦做出澄清他们是义务及救援 下一则苹果日报新闻 标题 逆拳运动 失控警望角向记者迎面喷胶 PPRB警司反止传媒不冷静 周六晚七日 在望角的清场运动中 防暴警员再次向在场记者动武 正面喷射胡椒喷尽令在场多名记者中焦 在场的警察公共关系科警司高正邦 不但拒绝处理有记者被警员胡椒喷尽袭击的投诉 更向在场记者表示 我们不是来回答问题的 晚上大约十点左右 警方的速龙小队在防暴警察支持下 在弥敦道南下推进 当推进至望角创中心对开的时候 警方拘捕了数名在场人士 其间警员以双手机盾牌意图阻挡拍摄机推撞记者 有警员更突然向现场记者喷射胡椒喷剂 多名正在拍摄及采访的传媒工作者 满脸胡椒喷剂 壮肾痛苦需要进行清理 其后高正邦到场声称协调 多位记者向前追问警员 向传媒使用胡椒喷剂的原因 高就表示 我不是来回答你问题的 更质疑 个别记者身份 有记协代表在场马上表明身份 高一一时无法理解 反问该记协代表是什么公司 之后该记协代表再次表明身份 高反指记协代表找嫁吵 下令在场警员拍摄记协代表的样貌 并指其不冷静 之后记者出示警员喷摄像全媒胡椒喷剂的图片 高已要求传媒冷静做理由 未有回应 之后又指 传媒联络队自15年成立以后 在现场是协助记者采访 而不是回答问题 下一则来自苹果日报的新闻 标题是 逆全运动 多区报警民冲突 19人送院 两男严重 大步浴血青年 情况稳定 警方昨晚7日 在多个港铁站暴力镇压聚集市民 医管局表示 截至早上8点 共有19人受伤送院 包括18男一女 伤者年龄介乎17至47岁 他们分别送到五间医院治理 其中两名男子情况严重 分别在广华医院和威尔斯医院留医 13人情况稳定 其余4名受伤男子已出院 据悉 在大步虚站 遭警察乱棍打头 浴血的17岁少年 仍在大步纳达素医院留医 情况稳定 港铁东冲站 太子站 沙田站 大步虚站 及将军奥站等 昨晚有示威者和市民聚集 在演变成警民冲突 其中大步虚站 一名少年在车站大堂 被约多名迟钝级警棍警员 从后 挥棍 围殴 少年 头破血流 倒地 另有十多名市民被警员命令蹲下接受调查 而在沙田站 有示威者破坏站内设施 警方一度施胡椒喷雾 驱散示威者 在场人士则高呼 黑社会 有记者被胡椒喷雾喷重 需要洗眼 警方其后制服一名男子 其他人用雨伞及杂物攻击警察 尝试将该男子救出 大批防暴警察冲入站内 聚集人士立即四散 将军奥站亦有人破坏入闸机 警方到场驱散 之后在附近制服多人 下一则 雅虎新闻 标题 理工大学男子高处坠下 到卧梯间伤重死亡 东网专讯 今日7号 晚上7点多 一名31岁姓中男子 被发现到卧于 红瀚理工大学Z座地下 头部受伤昏迷不醒 保安员立即报警 救护员接报到场 检查后证实 昏迷男子明显死亡 警方封锁现场 经初步调查后 相信中从上址坠楼 现场未检获遗输 正调查他坠楼原因 并通知其亲人到场认识 案件列作 有人从高处坠下 理工大学发言人表示 死者不是理大学生 现场消息称 死者身上有香港专业教育学院学生证及身份证 在Z座11楼坠下 你先撞击大树后堕地 下一则立场新闻 网民发起全港九星界 预三十多区举行放映会 播的是以乌克兰独立广场革命为题 曾提名奥斯卡最佳纪录片的 领冬烈火 乌克兰自由之战 影片记录了五年前 令乌克兰变天 历时预三个月的群众运动 五年后的今天 驻动了7600多公里外的香港 许许多多香港人的心灵 放映会当晚 向来是美孚街坊等人聚角地的 立弯道桥底 连农墙旁设置了投影幕 地下铺上交地席 近200名街坊陆陆续续到来 不少人在放工后匆匆赶来 边吃面包饭团 边等着看戏 他们脸上并没有准备看戏的轻松宽容 不少人神色凝重 在放映前一晚 有人在这里以垒球棍 袭击市民 街坊Kenny在放映前发言 只当晚警方竟已涉嫌在公众地方打架和非法禁锢 把制服施洗者的一名街坊 拘捕 连这里也发生垒球棍打人 我真的不知道曙光在哪里 但我相信坚持先见到希望 我相信在场的过百人一定会坚持下去 我们会不会坚持啊 一声会想撤桥底 下一则 苹果日报新闻 标题逆拳运动 网民自发中秋夜913香港之路 牵手在驻人链 向国际展示抗暴政决心 823的香港之路 21万人为自由 在狮子山多个港铁车站外 铸成长达60公里的人链 向国际社会展示 港人反送中运动的五大诉求 也要展示港人携手同行 对抗暴政的决心 继823后 政府仍迟迟未有回应诉求 甚至继续滥捕滥权 有网民趁915联合国国际民主日前 你在港九新界举行 913香港之路 继齐庆中秋夜 希望再次凝聚港人 向国际社会展示 港人打不死的精神 宣扬民主、自由、和平 以及团结 争取五大诉求的决心 913香港之路 继齐庆中秋夜 将在晚上七点半集合 八点起在全港各区公园 游乐设施 手牵手铸成人链 参加者可叫 五大诉求缺一不可 光复香港 时代革命 我要真普选 平反721 831等口号 其中山顶也有 913香港之路特别版 和你脱手太平山 晚上七点半在山顶广场集合 其后在山顶手脱手 又呼吁出席人士可自备灯笼 文帕水等 下一则 苹果日报新闻 标题 仅中环战制服多人兼举枪 甘诺道中全封 美国国会复会后 料审议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 制裁损害香港人权和自由的人 获美国两党和不少港人支持 有网民今天8号下午 在中环折打花园举行 香港人权与民主祈祷会 并流水式游行至美国驻港 总领事馆请愿 希望美国尽快通过法案 遇万人抵折 酷热天气响应 原本和平的游行集会 很快被警察打破 下午约4点 防爆警突然在港铁中环站 制服至少三名市民 不满他们用雷射笔照相警员 港铁封站兼跳站 示威者在中环站各出口 与警方对视 分26秒时 在香港站位于德基利市街的C出口 港铁已落闸关闭 示威者曾将铁马 水马 垃圾桶等杂物放在铁闸前 并用喷漆喷血 黑警专用垃圾挡铁 全民跳闸 港共走狗 出卖港人等字句 而车站 香港站站牌 示威者删去站字 改为香港人加油 以上是2019年9月8号的新闻简报